下面来关心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 据俄罗斯自身23号的消息说 俄罗斯科研生产联合体土星就宣布 已经在201年签署的合同框架下 向中国交付了第一批第37KP-2涡轮风扇发动机 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专家瓦西里·卡森就认为 中国的购买数量表明 中国正在实施未来几年建造数十架巡航导弹轰炸机的计划 瓦西里·卡森就指出 令人惊讶之处倒不是中国与俄罗斯发动机生产商合作 这一事实本身而是其合作的规模 根据现有的合同到2015年 俄方应该向中国提供184台发动机 每架飞机需要4台发动机